为什么隐形战斗机的坐舱带通常都是金色的 其实并不是因为上面镀了金 虽然镀金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是镀了一层叫做氧化音烯ITO的涂层 总结起来它有三大功能 第一 提高战斗机的隐身性能 ITO涂层可以有效的散射照射在其表面的雷达波 于是便降低了隐形战斗机的雷达反射界面 与此同时它还阻挡了雷达波和发动机风扇叶片之间的视线 而这些视线往往具有较高的反射性 可以向雷达发射源返回强烈的回波 第二 ITO涂层可以保护飞行员和驾驶舱免受无线电波 和红外线等有害电子波的影响 这些波会干扰飞机的电子系统 或是对飞行员的健康造成损害 ITO涂层允许可见光通过 但滤除视觉不需要的其他波段 第三 ITO涂层能够增强飞行员的视野和舒适度 它可以减少来自太阳和其他光源的炫光和反射 这些炫光和反射可能会分散飞行员的注意力 或者是导致飞行员失明 ITO涂层还为驾驶舱提供了更好的隔热和温度控制 可以提高飞行员的耐受力和飞行表现 当然ITO涂层并非只是隐形战斗机独有的 它可能还会用于其他的一些高性能飞机 比如F16和EA6B徘徊者 其实正常情况下ITO涂层是看不见的 它只在某些条件下才能被看到 例如当阳光以一定的角度照射到坐舱盖时 或者是使用偏光镜时 ITO涂层也不完全只会使坐舱盖呈现出金色 根据涂层的厚度和质量 颜色可以从浅黄色到深琥珀色之间发生变化 怎么样 你学到了吗 J-20和F22谁更厉害啊 昨天看了一个帖子 老外也是挺有意思的 把他俩从作战半径 机身布局 机动性 隐身性 攻击性和生存能力等等 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详细的比较 但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他提供的思路呢 我是挺认同的 他说 与其关注飞机本身 不如去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两架飞机所依赖的 主要的空对空武器 就能够知道 他俩斗起来 谁会占上风了啊 那两者的主要空对空武器是什么呢 是长度超过了4米 射程估计能够达到300到400公里之间的 霹雳15导弹 和长度只有3.6米 射程只有110公里的AM120导弹 这两种射程差异明显的武器啊 就彻底将J-20和F22给拉了开来 前者是干什么的啊 那是在防区外远距离的狙击高价值的空中目标嘛 比如像鹰眼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等等 其他的战斗机呢根本就入不了他的法眼 因为一旦那两个关键的东西被打掉 战斗机就等于是game over了 而后者F22是一架传统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其目标呢是为了击落跟他有着相似射程的战斗机 比如F15等等 为什么就不能打圆点呢 因为他装备的AM120中程空空导弹比他着了十几年服役嘛 这样的分析有问题吗 理论上还真的是站着住脚啊 因为虽然鹰眼的眼睛真的很雪亮 但是看隐形战斗机还是有点白内障 于是J-20就可以在不被他发现的情况下呢 接近他 这几乎就消除了鹰眼的全部优势啊 要知道他的生存全靠能够比敌人更早的发现敌人 才能给自己的队友F15和F22先发制人的优势嘛 好这下先发不了了 在他还无法跟踪到J-20的时候呢 一枚霹雳15已经以司马赫的速度上路了 他能躲得掉吗 很难说啊 激动就不要想了啊 这是一架1960年代设计的大型慢速螺旋桨飞机 剩下的虽然干扰弹可以尝试着用一下 但霹雳15还可以切换到红外码 照样能够打得准 Game Over好像是稳的呀 那好F22退下换F35上来呢 是的啊 他可以用同样的战术先干掉咱们的预警机嘛 凭着自己很难被发现的极小的雷达反射界面 但是啊 他还是只有AM120可以用啊 还是要比J-20要更加接近对方的防区才行呀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严重的风险了 J-20鼻子上面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他不是摆设啊 他呢 也许就能够发现他了 好吧 这么厉害 肯定有朋友表示不服啊 我理解并尊重啊 要知道这就是纸上谈兵罢了 属于吃瓜群众的娱乐项目 谁说的都不见得是对的呀 你很难想象啊 雷达这个人畜无害的防御装备 一开始却是被当成致命武器来研发的 1935年英国政府委托物理学家罗伯特瓦特研究无线电波 希望用它来追悔德国的飞机 但很快 这位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啊 无线电波同致命射线之间的差别 就如同弹弓同导弹之间的差别一样大 飞机看来是打不下来了 但好像也并非全无军事价值 就在这项研究刚刚开始的几周之内呢 瓦特就发现啊 通过测量从机身弹回来的无线电回升延迟的长短 就可以得知飞机的飞行方向和距离了 于是啊 从此就开启了雷达的职业生涯 这让我不免想到一个问题啊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是蝙蝠启发了人类发明雷达的吗 看起来啊 它又是另外一个你千万别太当真的立志故事而已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雷达当中的神器 相控阵雷达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它能够强大到探测出像F35歼20苏57 这类现金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吗 好 千里之行呢 始于足下 我们先来看看雷达最基本的工作原理 其实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挺向我们的眼睛的 首先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看见目标 只不过呢 一个考的是可见光 另一个考的是无线电波 其次啊 想要看到不同方向的目标都是需要转头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传统的雷达 都是始终在不停的旋转 然后想要更清楚的观察目标的话 就需要收窄视角 我们可以借助望远镜 而雷达可以增大天线面积 天线越大波数越窄 判断的精度也就越高 但问题也就产生了 大天线它转不快啊 扫一圈回来呢 目标可能已经飞跑了 这就尴尬了 怎么办 相控阵雷达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怎么个解决法呢 靠电磁波的干涉现象 在相控阵雷达的天线平面上 规则的排列着很多微小的单元 它们有点像是昆虫的复眼 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的发射和接收电磁波 当这些独立的单元发出的正弦波 同时向外传播时 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建设性干涉和破坏性干涉 使之加强或者减弱 就像两个完全同步的水波一样 当碰在一起之后呢 垂直于它们中心连线方向上的波温得到强化 而其他方向上的波温则逐渐消失了 好 这是两个波完全同步的情况 要是它们不完全同步呢 要是第二个比第一个稍微慢了一点点呢 这个称之为相位移动 相移 那以此类推下去 第三个又比第二个再慢一点点 第四个又慢一点 第五 第六 第N个都是这个规律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控制 每一个单元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相位差 实现在它们相互干涉之后 朝着我们想要去的方向传播了 这便是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了 完全不同于传统雷达的机械扫描 它靠的是相位移动的电扫描 速度差别是以数量级来算的 而且更加灵活 能够跟踪更多的目标 拥有更强大的抗干扰性 以及更能够发现隐形的目标 对了 这隐形飞机 雷达是怎么把它探测到的呢 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说是隐形呢 其实并不完全意味着看不到 只是跟普通飞机比起来 雷达截面更小而已 它们通常靠两方面来实现的 一个就是调整外观 偏转雷达波 使机不会按照原路反射回去 锐利的边缘和多棱角的结构 都有明显的好处 这点看看F117就知道了 第二个就是使用特殊的涂层 将照射到身上的雷达波吸收掉 至于到底是怎样的涂层呢 那都是军事机密 我们就只能猜一猜了 据说里面是包含了碳纤维 甚至是碳纳米管的增强塑料 以及细颗粒的铁粉 用来将吸收的电磁波转化为热能 但这些涂层的缺点 是它们并不能吸收全部的雷达波 因为涂层的厚度 正比于它吸收波长的能力 涂层越厚呢 越能吸收波长更长的电磁波 涂层越薄就吸收不了长波 而战斗机的涂层能有多厚呢 所以雷达的机会就来了 发射低频长波 就能够在远距离上探测到隐形飞机了 为什么相控阵雷达在这方面更强呢 因为想要发射低频长波 必须要天线够大 你看 这不正好就是相控阵雷达的天然优势吗 所以雷达和隐形 就像是毛和盾的故事一样 大家都在彼此的升级 也在彼此的制衡 我在以前上中学的时候 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军事杂志 还对美国有周斯顿和F22羡慕的咬牙切齿 如今我们也有自己的平面镇雷达和歼20了 着实为我热爱的祖国感到骄傲 我是火箭树 关注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隐形飞机真的会隐形吗 当然不会啊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隐形飞机 在一些升高频和超高频雷达面前 都是明显可见的 既然这样 他们凭什么还叫做隐形飞机呢 没办法 想要在雷达面前完全消失 几乎是不可能的 隐形飞机比普通飞机强就强在 虽然你能够看得到我 但是却很难打到我 好吧 尽管有点鸡贼 但能够鸡贼的起来 本身就很不容易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以及他们为什么就不容易呢 首先第一个是设计 一个能够使雷达波偏转 而不是远路返回的外观设计 对隐形飞机至关重要 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它在第五代战斗机上 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了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的欣赏它呢 最好还是退回到它的起点 那架棱角分明的F117上 F117代表着当年对雷达散射截面的最强计算结果 酷斯外星飞行器的造型 直到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科幻 反倒是现在更加圆润流畅的F35或者J20 好像还缺了点味道 不过这正好代表着我们的计算能力 在这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可以在一个三维空间 而不是二维平面上保持良好的雷达散射设计了 是的 虽然有了更多的曲线 但是散射雷达波的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 就像这张图片展示的一样 隐形飞机的外形需要被设计成像是一面面斜径一样 把雷达波的能量反射到别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今天的隐形飞机表面设计还加入了新的理念 它利用适当的弯曲与平滑的过渡 让雷达波平稳的通过它 就像水流过光滑的荷叶表面一样不会留有痕迹 素而不独这不是东方的智慧吗 当然就需要更好的模型和更强的算力了 这是第一个难点 接下来第二个换一种思路 以柔克刚 你拳拳到肉我就借力打力 用特殊的材料 把你发射过来的雷达波全给吸收掉 这便是雷达吸波材料了 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仅仅只是靠外形设计 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 比如像机翼的前缘 进气道的入口 垂直尾翼的表面等等 都会产生大量的回波 在这儿就必须要采用吸波材料加以辅助了 它简称RAM Radar Absorbent Material 其工作原理是将雷达发射过来的 电磁波的能量吸收 转化为热量 再发散到空气当中 通过与第一个外形设计相结合 就能够将战斗机的雷达截面 减小到和一只中型鸟类差不多的水平了 什么算是中型鸟类呢 值得就是大部分体长在20-40厘米之间的鸟类了 你看 这么算起来 等于就是把战斗机缩小了50倍嘛 还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RAM维护起来就是一场噩梦了 为什么拥有一架F35或者歼20那么贵呢 这一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了 同时高温也是一个问题 甚至通过一些资料 我们已经知道 隐形战斗机是很难维持持续的超音速飞行的 并不是发动机不给力 而是RAM不给力 速度一块跟空气的摩擦仪 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 然后吸波涂层就废掉了 你飞的越快 暴露的就越快 很尴尬 这就是第二个难点了 好 如果说前面两个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想到的话 那么后面这几个呢 就是往往被忽略的了 第三个 生产公差 隐形设计在数学运算上的复杂性 和RAM材料在应用上的稍权性是一回事 但是能设计也能花钱 这隐形飞机就能够自己组装出来了吗 不行吗 能够大量部署它们的重要前提 其实是必须要能够 以极其严格的生产公差 去制造它们的水平才行 在隐形战斗机的表面 即使是面板之间极其微小的缝隙呢 也会使它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的 因此组装隐形飞机的过程 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了 它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 也需要很多相当昂贵的设备的支持 引用一篇专业文章里面的描述就是 如果飞机外部结构的部件经过精密加工 以极小的公差配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隐形要求就可以更容易的满足 换句话说就是 减少和接近消除结构部件之间的见习 对于实现飞机的隐身特性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实际上这正是难倒很多国家的一点 之所以美国能够把自己的隐形优势 保持了那么久也得以于此 比如产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F22 它的制造公差大约为1%毫米 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但即便如此 仍然还是需要用胶带填封剂和RM材料来处理缝隙 才能够保持住飞机的隐形轮廓 而到了F35据说生产公差又提高了几个数量级 但你看覆盖缝隙的RM材料依然清晰可见 所以这第三点是难上加难 第四点就是如何隐藏自身的红外和电磁特征了 别被动的挡着了 却把主动的给泄露出去了 考虑到只要燃烧喷气就一定会带来红外特征 所以为了减轻一点点 那就把发动机买得深一点嘛 隐形飞机通常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的深处 在排气口周围装有特殊的护罩 以便在释放热量时能够快速散发 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 管理飞机的升学和视觉特征 换句话说就是 不仅让敌人的机器不容易发现我 也要让敌人的人不容易发现我 当然这二的难点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隐形飞机都能够有效的遮住发动机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护罩都是那么容易设计的 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恰恰不能硬塞进去的一点 那就是人的因素 利用有力的地形准确的情报 敌人的弱点和你对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了解程度 来制定计划规划路线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暴露于 可能会发现或者攻击你的敌人防御系统面前的风险 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以及飞行团队本身 也是隐形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好了听完以上几点 朋友们觉得印度大概还需要花多少年 才能够登出一架像样的隐形战斗机呢